请问吃甜的东西会使咳嗽更严重吗 很多人认为糖或者含糖的食物会导致身体发炎 糖真的会压低免疫系统或者导致身体容易发热吗 吃甜的东西会不会使咳嗽更严重呢 它是不会的 但是呢你吃比较有甜的东西的话 尤其是一些糖浆或者是很甜的东西的话 有的时候呢它会让你的那个糖更加的 那个你会感觉你的糖更加的稠密一点点 所以的话呢你会感觉好像是说是咳嗽会更加的严重起来 但是呢它会不会导致你会咳嗽这些 它倒是不会的 所以呢你如果说呢喝为稍微甜一点点 你感觉舒服一点就好了 你如果说喜欢喝不甜的那你就不要喝甜的 那就OK了 就是说呢它都是你个人的随意就好了 舒服就好了 人在生病的时候都已经咳嗽了 还要那么讲究吗 OK就不用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不是糖或者是含糖的食物呢会让身体发炎呢 这倒是不会的 OK就是说呢很多的人都把糖把它给妖魔化了 其实呢我们吃下去任何的东西 你吃下去的米饭到最后都要变为是糖分的 因为我们的细胞 人类的细胞是靠糖分存活的 你的小孩子的脑部的细胞唯一的它靠的就是糖 OK它没有糖分的话 它的脑细胞是没有办法再生也没有办法成长的 所以不管你吃的是面条 你吃的是面包 你吃的是蔬菜 OK你吃的任何的一个碳水化合物 它都是变为是糖分的到你的身体里面 那么是什么是控制你的糖分的呢 控制你的糖分的是叫做纤维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说 你要多吃纤维 那有什么东西是对身体不好的呢 就比个例子来说 你的饮料如果是只有成分 但是没有纤维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营养 那它是不值得的 OK 是不是是说我今天我吃了糖 就会得到糖尿病呢 并不是的 OK 而是肥胖它会导致糖尿病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拼命喝一些饮料 OK 然后这个饮料呢又没有营养 我们叫做空热量 那空热量的状况底下呢 我就得到的就是只有糖分而已 OK 那我得到了就是只有热量而已 那我会发胖 当我发胖的状况底下 OK 那么我的身体就会发炎 OK 所以并不是糖分导致你的身体发炎 而是呢 你胖了 导致你的身体就会发炎了 OK 那么呢 糖它不会降低你的抵抗能力 而是你发胖了 你的抵抗能力就会降低了 OK 糖本身呢 它是不是容易发热呢 它倒不是的 但是呢 我们人类呢 当我需要很快速的能量的时候呢 碳水化合物 它能够很快速的给我能量的 OK 所以比个例子来说呢 如果说呢 我今天我要晒跑 我要短跑 我要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那么它马上转化成糖 它就会马上给我能量的 所以其实我们把糖妖魔化是错误的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的严重 比较容易 妖魔应该要 就是说大家要注重的 因为毕竟糖 它所有的因素都并不是糖本身 而是因为糖导致了发胖 但是呢 它有一个隐藏的 那叫做脂肪 你可以反噬脂肪 你可以各种各类脂肪 有很多的脂肪 我们是吃不出来的 比个例子来说你的菜 你的菜里面呢 加了一些油 你是吃不出来的 所以它会导致你发胖 这个发胖绝对要比糖 发胖的程度更加厉害 你毕竟呢 我加了一汤匙糖 你马上就吃得出来 是甜蜜蜜的 对不对啊 你加了一汤匙油 你没有吃出来 所以的话呢 它其实是脂肪更加的严重 导致一个人发炎各方面的 而并不是糖